咖啡是全球第一大饮料 估计咱们同学里也有很多人经常喝 今天我们就从咖啡的源头来说说 不同类型的咖啡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咖啡果是咖啡树的果实 每个果实跟小樱桃粒差不多大小 熟透了之后外皮是红色的 果肉是绿色的 里面有两粒黄色的种子 也就是所谓的咖啡豆 这两粒种子在发育的过程中 因为有一侧一直是面对面的 被对方挤压着 所以这一面就是被压平的 而我们喝的咖啡就来自于咖啡豆 这也是咖啡豆的形状这么奇怪的来源 在几万年前 咖啡果的果肉还是很多的 有点类似于樱桃和樱桃核那样的比例 不过今天全球绝大部分的咖啡树 都是选育了很多代的结果 作为经济作物就不能任由植物生长了 经济作物都被培育的更加值钱 于是咖啡果中果肉越来越少 其中最值钱的种子也就是咖啡豆 占比越来越高 今天的咖啡果只有很薄的一层果肉 果实里头大部分都被两粒种子占满了 尽管果肉很薄 但是却非常甜 在今天的规模化种植里 果肉都没有人吃 很多都被当做土壤的肥料继续使用 按照加工方法不同 咖啡可以鲜明的分成两种 两种方法生产出来的咖啡 味道差异非常大 第一种对咖啡果的处理很简陋 摘下来之后直接日晒 这样一来 那层并不太厚实的果肉 就会在20天的充沛阳光里 被直接晒成干 就像葡萄干一样 只不过刚才说了 这个咖啡干里 有两颗大大的种子 这么做虽然简陋 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因为像乌干达 科特迪瓦 卢网达 坦桑尼亚这样的地区 严重缺水 也严重缺人 所以果实踩下来 就只能直接晾晒 但这么做也有好处 好处就是 脱水的果肉 一并保留了下来 虽然表面上看黑黑的 但是并没有腐败 而我刚刚说了 咖啡果的果肉 是非常甜的 于是这样的咖啡豆 做成商品 只要注意工艺 就能保留很多甜味 这样的咖啡喝起来 甚至还能喝出 橘子水的味道来 当然有的时候 在晾晒过程中 果肉部分发酵了 所以制成咖啡之后 也会有酒味 这些都是因为 没有特地去除果肉造成的 第二种方法 当然就是要去除果肉了 这种方法在东南亚 巴西是广泛应用的 因为这些地方不缺水 用水洗就能去掉果肉 同时还能精准的筛选出 那些尚未成熟的咖啡果 刚刚我们说过 咖啡果成熟之后 果皮是红色的 果肉是绿色的 但咖啡果的成熟 是一个不太均匀的过程 比如说 我有一千棵咖啡树 当我发现树上的果子 普遍泛红的时候 就开始摘果子了 但实际进了咖啡树园 一棵树上的果实 成熟程度是不一样的 有些已经熟透了 有些才半熟 所以就需要去果园好几次 才能把所有的咖啡果摘回来 整个采摘过程 要持续六到七周的时间 每周都要去一次 才能保证摘回来的 基本都是成熟的 如果咖啡果上 还泛着青绿色就被摘回来 那这颗尚未成熟的咖啡果 带来的极端的苦涩 就会毁到一大批咖啡的味道 更加让人挠头的是 我们并不能从果皮颜色红不红 来判断咖啡果是否熟透了 因为偶尔也会出现 果皮已经红得发紫 但其实种子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 这在第一种方法里就没法区分了 而在第二种方法里 因为用到了水就能区分 在水中 那些种子没有发育成熟的果实 会自动飘起来 而其他成熟的果实都会沉下去 通过这种方法 就能简单快速的挑出那些 特别酸涩的咖啡果 今天我们买到的咖啡 大都是通过第二种方法制造的 而另外一些价格昂贵 很小众的咖啡 有相当多是通过第一种方法制造的 原因是工业化大生产 讲究过程的标准化 讲究产品的一致性 由于第一种方法要带着果肉去晾晒 味道既有苦的跟酸的 也有可能非常甜 还有可能带酒味 所以这样做出的产品一致性就比较差 虽然后续 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加以区分 但毕竟多了几道工序 而第二种方法收集到的咖啡豆 在味道上更加统一 产品一致性更好 如果真有大量客户需要其他味道 也一样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得到的咖啡 再统一添加其他的食品添加剂 咖啡达人或者玩咖啡设备的人 会把喝咖啡和旅行探险结合在一起 去东非、印尼、南美的村落里 现场收购那些刚刚完成烘焙的咖啡豆 一麻袋一麻袋的往回买 烘焙也是咖啡必备的加工手段 之所以要烘焙是有两个现实需求 第一个需求是避免咖啡豆发霉 其实即便不烘焙 把咖啡豆磨成粉之后冲水喝 也一样有各种风味 但咖啡豆即便经过晾晒 也依然不能保证不发霉 晾晒过20天的咖啡豆 大约含有8%到12%的水分 这样的咖啡豆并不能久存 在100年前 从非洲跟南美运回欧洲的途中 就很容易发霉腐败 于是需要进一步去除水分 而烘干就是去除水分的方法 另一个需求是 烘焙会使咖啡种子里 一些化学物质在高温中挥发出来 这些气味并不是简单的浇糊味 而是各种香气 比如水果香、奶油香、木香 等等 而烘焙的深度不同 香味也会有所差异 这就给咖啡豆赋予了更多价值的想象力 于是烘焙就成了咖啡豆 变成咖啡前最后一道工序 变成咖啡豆之后 就可以卖给消费者了 如果是一粒一粒豆子的样子 我们就需要事先把它们研磨成粉 再用一些方法 让水把粉末中的可溶物带出来 之后再把这种带着各种成分的水溶物喝下去 就是喝咖啡了 至于水怎么把咖啡末中的可溶物带出来 有不同的方法 高温高压是一种 星巴克制作意识浓缩跟美式咖啡的时候 都用一个金属勺盛满咖啡粉末 然后将高温高压的水打入这勺粉末 渗出的汁水就是星巴克的意识浓缩 大约10毫升这么一小杯 如果再添一大杯热水进去 就是美式咖啡了 有些人不在乎口味 只想提提神 觉得喝一大杯热水压力太大了 意识浓缩就很合适 一口就闷了 我刚刚说 让水经过咖啡粉末 把粉末里可溶于水的东西带出来 在化学上叫做萃取 萃取的过程也可以不使用高温高压 今天欧洲一些传统家庭用的 可以放在厨房火眼上的咖啡壶 就是高温长压下萃取咖啡的设备 今天市场上所谓的挂耳咖啡 和这些用咖啡壶做的咖啡是一类的 挂耳咖啡的袋子 里面装的就是已经研磨好的咖啡粉末 只不过按照普通人一次的量分成了袋 每次喝的时候泡一袋就可以了 非常类似于利顿红茶 咖啡包挂在杯子边 可以不断的蓄水 直到喝的味都没有了为止 市场上还有卖桶装咖啡粉的 它就相当于不再分成袋装的挂耳咖啡 每次舀一勺的量 在咖啡机上用高温高压萃取 这种方法浪费的咖啡精华就比较多 所以一勺咖啡粉往往可以多接几次水 虽然后面的味道会变淡 但提神的作用依然存在 如果你不嫌麻烦 用细纱布裹住几克研磨好的咖啡粉末 泡在热水里晃动 也一样算萃取 为了能更充分的利用咖啡粉末里的有用的物质 做到物尽其用 萃取的时候就要尽量的让粉末细小 粉末跟水的接触时间尽量长 接触面积也要尽量充分 所以这个时候萃取就像是煮面一样 做一大锅开水 然后像撒胡椒面一样 把咖啡粉末撒进去 煮上十分钟 再把粉末滤掉 把一大锅水喝下去 那就真的一点咖啡精华都没有耽误 全都喝下去了 不过这样嘛 量太大了 实在是喝不了啊 而且刷锅还特别麻烦 于是就由现代食品工业替我们做萃取这一步 速溶咖啡其实就是萃取物本身 所以别看咖啡粉末跟速溶咖啡粉末都叫粉末 但是在咖啡粉末里 95%以上都是不溶于水的 而速溶咖啡粉末 100%都是溶于水的 速溶咖啡先把咖啡粉末充分的与水接触 能溶解的都让它们溶解到水里 再把咖啡末子扔掉 再想办法把咖啡蒸干 剩下的粉末就叫做速溶咖啡 你再次加水 它就又完全溶解了 而速溶的方法也分加热蒸干水分 跟降温蒸干水分两种 加热蒸干水分这好理解 就好像把海水煮沸提取盐那样 而降温怎么去除水分呢 降温之后水都冻成冰块了呀 其实除了降温还要降压 把气压降到几乎真空的程度 我们知道液体沸腾的温度受气压影响非常大 可以粗糙的理解成 正是因为在液体上方有巨大的气体压在了它上面 于是这些水才没有变成气体到处乱窜 而当气压接近为零的时候 没有任何压力施加于水的表面了 水就嗖嗖嗖的变成了气体飘走了 今天采用冷冻干燥工艺的环境 都是零下80摄氏度的低温 冷冻干燥的好处是没有高温 于是咖啡沫里的化学物质基本不会变化 而一旦是利用加热干燥的方法 粉末里的一些挥发性物质就会飘走 咖啡就会稍微少一些味道 最后一种能买到的咖啡就是寄饮咖啡了 也就是已经按照基础口味给你治好的咖啡 你拧开盖子喝就可以了 虽然它有各种口味 但除了寄饮黑咖啡之外 其他都有另外的添加剂 不是万不得已 咖啡爱好者和成瘾者是不会喝这些东西的 以上不同类型的咖啡 对应了不同需求的消费者人群 感谢德鲜 以前展示了 저家行体会 続为低这个空爆炸 为了能小分析 务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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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非常 RH